國會藍牌合作是否有變數 民眾黨團總罩黃國昌 要國民黨聽清楚 我也要提醒一下 一樣是在野的中國國民黨 已經承諾過要合作推動的改革法案 要繼續 做改革 就完真的 不要打假球 要國民黨別打假球 用之前詞這麼重 全因上個會期本談好的 吹哨哲保護法之間躺在委員會裡頭 有大金控的老闆 在阻擋這個法案 我心裡很清楚 但講好了就講好了 這個會期過吹哨哲保護法 金控老闆介入 我不知道這個的說法依據是什麼 那如果社會上面道聽途說 我倒覺得不用太去在意 可主席遇到很多事情 也一大堆都是社會上面的傳言 被爆金控老闆介入其中 藍營立委反駁道聽途說 單純是權衡因素比較多 希望讓吹哨哲保護法通過 可司部門的部分 你還必須要去衡量到 目前的社會狀況經濟情況 新人士可能會以揭蔽為名報復 或打擊競爭對手 所以我們認為逐步推動適合企業本身情況的揭蔽機制 避免一刀切的立法政策 好比之前舉辦修法公聽會 切件甚或法界都提出不同見解 然而洪國昌之所以擔心修法無疾而終 也是因為過去經驗慘痛 那有聽過所謂金控老闆介入嗎 完全沒有聽過這個事實 我們也希望各黨團都有一致的共識 吹哨哲保護法一定要讓他在這個會去通過 哪天才能播雲見日 藍營重生 有共識任誰都不能阻止 TVBS自動學會 台北我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